大家好,我是拳头 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 由真实事件改编的HBO高分神剧《切尔诺贝利》 切尔诺贝利事件是人类史上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 它所产生的核辐射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400倍以上 让全球20亿人都受此影响 这是一部我们都知道结局的故事 但这部魔幻现实恐怖片的亮点在于 人性和谎言 开始看片吧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 随着一声划破天际的巨响 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第四号核反应堆爆炸 复工程师迪亚特洛夫的第一反应是 核反应堆不可能爆炸 当核电厂工作人员问他怎么办时 他强硬地说只是小事故 并让工作人员往已经爆炸的反应堆中注水 做错误的指挥 即便他看到窗外 被炸碎的石墨碎块也固执得视而不见 石墨是核反应堆内部的重要材料 能在窗外看到石墨碎块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核反应堆爆炸 果然装睡的人是最难叫醒的 迪亚特洛夫让人拿来辐射测量仪 这个仪器最高值只能到3.6轮勤 轮勤值越高辐射度越强 迪亚特洛夫看着已经到了最高值的测量仪 骗自己说 但事实上这个数值肯定不止这么多 而且3.6轮勤是相当于做400次X光的辐射量 可他还是淡定的让人叫消防员来救火 还让工作人员亲自去看看核反应堆的情况 而工作人员在看到爆炸的核反应堆后 因强辐射大出血而死 还有听从迪亚特洛夫指挥 去手动拧开水阀放水的两位工程师 他们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但仍希望这样做能挽救危机 而迪亚特洛夫却去了防辐射的写字楼 向厂长汇报情况 厂长和总工程师一来就急忙撇清关系 厂长说自己爆炸的时候还睡着呢 此事与他无关 迪亚特洛夫也继续轻描淡写地说 核电站只是突发火灾 然后当厂长听到辐射只有3.6轮侵蚀 他说 在爆炸发生的4小时后 领导层的官员才出现 厂长三人串通好说辞后 向当地大领导汇报 说只是控制水箱失灵 引起了火灾 虽然会有轻微的辐射 但事态已经被控制住了 此时有人意识到辐射的危害性 提议撤离切尔诺贝利 一旁的老领导站了起来 说为了不让舆论造成恐慌 他要封城 并要求切断电话线 不让城里人与外界联系 在座的官员 都吹捧老领导的决策英领 所以究竟是人可怕 还是辐射可怕呢 会后 另一位工程师找到迪亚特洛夫 说他找到了最高为200轮勤的辐射测量仪 测量后已经到达了顶值 在场的领导和迪亚特洛夫都慌了 他们不愿意面对真相 都说这个工程师在说谎 此时受到辐射的迪亚特洛夫 终于支撑不住 呕吐晕厥了 总工程师为了知道 核电站真实的情况 让士兵带着这位工程师 去核反应堆现场查看情况 被逼无奈的工程师走向顶 当他看到被炸毁的核电站后 他转了过来 被强服射的他 不久将会痛苦的死去 在总工程师等人终于相信 核反应堆爆炸后 他们十分的愤怒与恐惑 但还是决定隐瞒事实 这个决定 注定会让更多无辜的人面临死亡 亚当是个普通的消防员 在爆炸后和妻子吻别 第一时间到达了核电站 他和同事们虽然闻到了很重的金属味 但因为对核知识的匮乏 都只是以为闻到了某种化学成分 一个消防员很随意地拿起了一块 核反应堆爆炸后散落了石墨 令众人没想到的是 短短几分钟 他的手就因强服射 从内到外都烂掉了 消防员们很恐惧 但不知该如何正确地应对 只能服从命令 去反应堆里灭火 所有靠近反应堆的人 都受到了强服射满脸痛红 等待他们的将是痛苦的死去 而火灾的另一边 人们看着远方爆炸后 产生的奇幻光束纷纷走上桥 他们不知道那美丽的光束 其实是核爆后的电力反应 这些人喝着酒聊着天 还有人抱着小婴儿 看着天空中像雪花般飘落的东西 他们惊喜地看着这一切 但事实 死神已悄然降临 这些飘落的灰 正是核爆后石墨燃烧所形成 美丽核尘埃里都伴有强服射 这些人此时都已暴露在强服射之中 第二天 医院里挤满了因核事故受伤的人 而医院 连应对辐射的药物点片都没有 民众们都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这么痛苦 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病可能治不好了 也出不去场了 消防员亚当的妻子杰西 跑到医院找丈夫 但被告知丈夫被转移去了大医院 杰西获得了特别待遇 可以离开切尔诺贝利去找丈夫 到了医院后 医生叮嘱杰西 不可以碰出被辐射的人 但杰西不懂为什么不能碰 在看到丈夫好像恢复了后 便开心的和他拥抱了 但没过多久 亚当就痛苦不堪的 浑身溃烂了起来 另一边 列加索夫是石墨反应堆的专家 因为切尔诺贝利的爆炸 特别要求参与国家高层会议 而这时的高层 还不知道切尔诺贝利爆炸的真相 会上副主席谢尔比娜 觉得没什么事 切尔诺贝利的辐射量 应该就像是多拍了几张X光而已 专家看着领导们 对这场灾难的无知 再也忍不住了 他说 在报告中看到 一个消防员拿起了一块石头后 手马上就开始溃烂 并身受重伤 专家料定 那块石头是核反应堆爆炸后 飞出的石墨 专家向大领导们 报告事情的严重性后 大领导让专家和副主席 一起去调查真相 到达切尔诺贝利上空时 专家被眼前的景象吓到 副主席竟还要执意 飞向核反应堆上方一探究竟 专家很愤怒地制止了他 因为从上面飞过去 核辐射会害死 可能发生爆炸 说专家是在造谣声势 于是专家提议 那用测量仪去测一下 不就知道了吗 副主席同意后 在场的一名将军 亲自去核电站测量 回来告诉众人 测量的结果是 一万五千轮勤 专家说这意味着 核反应堆已完全暴露 辐射的威力相当于 二十颗原子弹 并且辐射不会停止 直到辐射范围内 所有人都死光 厂长和主工程师的谎言 在真相面前不堪一击 随即就被领导给罢免 副主席想用水灭火 专家说水是浇不灭的 水还没浇下去 就会被蒸发 我们所面临的是 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当下最重要的是 疏散群众 副主席焦急的 想让专家给出解决方案 并说他接到命令 疏散群众是不可能的 因为得保密 现在只能先救火 专家说 或许五千吨棚和沙子 可以灭火 之后专家被安置到酒店 他在前台喝酒时 被认出来是救火的 有人问他 需要担心这场火灾吗 专家知道 不能引起恐慌 便撒谎说不用担心 不久后专家和副主席 只会直升飞机 用棚和沙子去救火 因为飞机离反应堆太近 两人眼睁睁 看着飞机 因强辐射坠击 专家回到房间 感到很绝望 他和副主席说 这个城市有五万人 五年之内会因辐射而死 不懂这些知识的副主席 从没想过 核辐射竟如此恐怖 这时他接到电话 瑞典的核电厂 已经检测到了 来自切尔诺贝利的辐射 国外的媒体 现在都知道了 此时风 正把强辐射 吹向德国等国家 德国政府 已经禁止孩子们 外出活动 但切尔诺贝利的孩子们 还在照常上学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爆炸发生36小时后 政府终于下令 撤离切尔诺贝利的居民 而之前说 要死守这里的老领导 跑得比谁都快 另一边 也发现切尔诺贝利 和泄露的女学者霍谬克 当得知专家 用了棚和沙子灭火时 他马上不顾危险 去了切尔诺贝利 女学者找到专家 指出专家用棚和沙子 虽然扑灭了火 但会带来更恐怖的威胁 反应堆中的诱 会融化沙子和棚 把它们变成熔江 现在和反应堆附近的水箱 应该是被注满了 当熔江碰到水箱的一瞬间 会导致严重的热爆炸 方圆30公里 所有东西都会被摧毁 包括临近的三个反应堆 引起的第二次爆炸 将会影响整个苏联 这个几千万人生活的地方 至少一百年 不再适合人类生存 而晚秋这一切的时间 只有两天 他们向高层领导 报告这一切后 说出了解决方法 那就是牺牲三个 熟悉反应堆内部的工人 让他们冒着强服射 去里面抽水 高层们都同意了这个计划 当工人们聚在一起时 专家最开始 没有说明危险性 只说每年会给400卢布 作为补偿 但工人们水也不傻 知道进反应堆内部 用不了几天就会死 见此情况 副主席只能把真相说出来 最后为了拯救 几千万人的生命 这三个人 国断站了起来 他们的名字 值得被人们记住 三人去到了工厂下面 这里的强服射 让灯很快的熄灭了 在黑暗中 三人陷入绝望 其中一个人 拿出了手持发电筒 放光又重新亮起 他们最终 成功完成了抽水 毕竟 身处黑暗之中 总有人化身火炬 点亮希望 女学者为了调查出 核爆炸的原因 去了迪亚托洛夫所在的医院 工程师们忍受病痛 回忆着每个步骤 绝望地说自己真的没有做错 女学者陷入了更大的谜团 另一边 副主席问专家 被辐射后的人究竟会怎么样 说到辐射 全都这里想说一下 辐射有很多种 有一种辐射是伽玛射线 相信很多漫威迷不会陌生 班纳博士就是因为这种射线 变成了绿巨人 在漫画中 辐射让人变异 成为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 但在现实中 暴露在强辐射中的人 早期身上会起水泡 之后水泡会消退 让患者感觉自己正在康复 但这其实是潜伏期 一到两天之后 患者会陷入真正的痛苦之中 他们的细胞会遭到破坏 然后骨髓坏死 内脏也开始腐烂 最后全身出血 痛苦地死去 那些无辜的消防员 他们死后为了隔离辐射 会被放入特制的牵棺材下葬 专家还和主席说 他俩也会死 会在生患各种癌症中 慢慢死去 不久专家发现 熔江比想象中 更快地在渗入地下 如果不阻止的话 河泄漏将会流入地下水 污染河流 五千万人将因此 没有干净的水喝 周围的牲畜和植物都会死亡 他们想要阻止这件事发生 就需要全国的夜化蛋 来解决熔江渗入 方法是让矿工 挖入河反应堆下放 安装防止 熔江渗入地下水的装置 政府找到矿工 让他们去切尔诺贝利挖地道 矿工们知道不能拒绝 只想尽快完成任务 他们没日没夜地挖地道 太热就光着身子工作 直接暴露在辐射之下 工作的进度非常快 副主席和专家都看傻 当公投过来问副主席 如果他们出事 能不能被照顾时 副主席却诚实地说 他也不知道 没有得到保障的矿工们 正然完成了任务 解除了河泄漏污染水源的危机 专家再次向领导们汇报情况 说迫切的危机虽然解除了 但接下来将是一场持久战 需要三年时间处理被核污染的地区 范围约100平方公里 必须将切尔诺贝利附近的树林 移为平地 杀死所有附近的动物 扩大疏散人群的范围 在泄露的核电站外围 建立围墙等 这场清理需要约75万人 其中包括了技术人员 医生和劳动力 而他们中大部分 最终会因辐射而死 第三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迷你剧一共无级 后面就是切尔诺贝利的户序处理 人们沐浴在阳光下处理着核污染 四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正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阿列克谢叶维奇 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中 写过的这段话 一样让人感到绝望 这三集的故事 就像开头所说的 我们听多了谎言 就真的无法分辨真相 负责人从最开始隐瞒真相 到越来越多的相关人编造谎言 让无辜的人们 用错误的方法 去阻止这场浩劫 从而导致了无数人的惨死 这种绝望是 不给你真相 不放你出去 甚至连你快死了都不告诉你 拳头之前还做过一期 末日浩劫的纪录片解读 讲的是如果遭遇核危机 该如何保命 只希望里面的技能 大家永远都不需要用到 好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下个故事见